白万 你的哼哼哧哧干什么呀 是不是饿了呀 啊 我看几点钟了 今天昏昏沉沉的睡了 6点多钟了 今天真的是昏昏沉沉睡了一天 我在床上躺了一天 我起床了啊白万 肯定是饿了吧 是不是 起来了起来了 躺了睡了一天 6点 6点25分了 好了起来了啊 起来了起来了 然后我今天吃的碗都还没洗 还放在那个水槽里面 起来了起来了啊 起来了白万啊 白万乖不乖呀 好了起来了 今天在床上躺了一天啊 现在已经6点多钟了啊 然后已经是要吃晚饭的点了 所以我今天的话 打算就是不自己做饭吃了 然后开车去附近这边 看一下在附近有些什么吃的 今天吃点好吃的吧 因为前几天的话 我一个人的话 我都没怎么好好的做饭吃 因为一个人的话 我都是对付一口就好了 今天呢去外面吃的好一点的 今天呢我又休息一天 就不给大家更新视频了 明天更新视频 还有就是告诉大家一下就是 我这两天不是身体不舒服吗 在这边做检查 等报告可能要到最少一个礼拜 所以我要在都运待上一个礼拜 最少要一个礼拜吧 所以呢今天这个视频呢 有没有风景啊 可能最近这几天的话 风景都很少了 因为我要在这边等 都运的话过两天我精神好一点了 我去都运这边看 这边有没有好看的风景 然后拍给大家 之前呢有好几个网友 贵州当地的网友就私信我 他说燕子 嗯 你可以尝一下 就是我们贵州当地的地毯火锅 一个人就特别适合 那种一个人吃 经济有实惠 所以呢我今天就打算 就是在附近找一下 有没有地毯火锅 我去尝试一下 尝一下 尝一下 不是尝试一下 正好呢我也好久没有吃火锅了 就好想这一口了 今天去吃一下 经济有实惠的地毯火锅 是什么样的 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一起去炒一炒 哈哈 这条街像夜市一样 应该去找一下 买水果的 刚刚在那边呢找了一圈 没有找到有地毯火锅 我一转转到万达这边来了 然后我们到万达这边来看一下 看有没有地毯火锅 我找到一个地毯火锅 这边人还挺多的 咱们进去吃吧 终于找到了 绕了一大圈 好多人在这吃 生意挺好的 先切的 先切的猪肉 多了行不行 25块钱的 可以可以好吧 多了一点多一点 多了多吃一点 自己打调料 生姜 来点大蒜 大蒜多一点 吃火锅的大蒜 这腐乳嘛 来点 我吃火锅是乱调的 喜欢吃什么就怎么调 这个应该是那个 剁椒 来一点 香葱 开炒料啊 我点了半斤猪肉 然后再炒 你在拍记录片是吧 不是 我拍着玩的 我记录片 拍着玩的 先下肥肉 炒一下 我觉得这个低炭火锅 很适合我一个人吃 多小 想吃多少点多少 好久没吃火锅了 好久没吃火锅了 辣椒 番茄 姜 豆豉 我点的是蒜汤的 那豆豉不放里面 这辣椒也不放里面 大蒜 哇哦 冰姜 现成炒料 酸汤啊 哦酸汤 下屎脑酸 好嘞 好嘞 哎呀 把这饭出来哦 哎呀 咋咋咋 啊 回家自己去摇 嗯 下大蒜 准备要吃饭了 等会那边蔬菜是自助的 我调料已经打好了 等会去拿蔬菜 那筷子呢 自己拿吗 筷子没上吧 哦哦 蔬菜要自取 去拿点蔬菜 我们点这个 最喜欢吃的 豌豆尖 蔬菜是自取不限量的 你想吃多少就加多少 这边红蒿 来一点 红蒿来一点 那这边还是什么菜 把这边折耳根 折耳根来一点 这边也来一点吧 我都开锅了可以吃了 开锅了 可以吃了 然后把这个肉放下去 这个肉放下去 可以吃了哦 这桌子有点矮 做的有点没习惯 我做一下 吃了 一半 浸上这咬 eh мотрren 奇行 另一个 我好几天没好好吃饭的 今天这一顿的话我觉得特别是我点的三汤 让我胃口大开 我点了猪血然后这个是蔬菜呢是自取的 所以就是12块钱锅底和蔬菜包盘这里面了 还有调料 哇好吃 看这个猪肉蘸向了这个调料 真好吃 真的是经济实贵啊 这猪肉30块钱一斤 然后我要了半斤的话 它其实切了25块钱的 相当于一斤不到的猪肉 然后点了这个猪血是8块钱 然后锅底和调料还有蔬菜的话是12块钱 还有米饭都是12块半块在里面了 放点菜这里面也好吃 哇真好吃的 真的是经济实惠又好吃 看点菜 看好吃了 吃好了 结账呢 结到45块钱 其实我点多了 其实应该20几块钱 27块钱就能搞定的 结果我没吃完 45块钱 结果我本来说半斤肉嘛 半斤肉应该15块钱的 然后那个老板给我切多了 切到25块钱 然后还有那个鸭血 那个猪血 不是鸭血 猪血的话应该也不要点的 吃得很饱 都都没吃完 好了 然后这边 万达这边的话 有那个超市 我今天去逛一下超市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好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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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